周四 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大法官福尔摩斯 宣布了一些有关孟晚舟案的进展情况 她将在下周三发布有关孟晚舟的双重犯罪的调查结果 虽然相对疫情而言 孟晚舟的案子已经失去了焦点 但是这也是民众期待已久的裁决 这项裁决可能导致两种结果 或者孟晚舟获释返回中国 或者孟晚舟败诉开始新一轮的法律辩论 这其中也包括对加拿大在逮捕她时是否侵犯了她的权利进行辩论 然后才对引渡她的问题做出最终的裁决 而对于加拿大根据加美引渡条约逮捕孟晚舟之后 却遭到了中共报复性地扣押了两名加拿大公民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中共这样的做法是逼着加拿大释放孟晚舟的人质外交 根据《环球新闻》报道 在周四的新闻会上 记者请总理特鲁多对此作出回应 特鲁多表示 中共任意拘留两名加拿大人 与孟晚舟在加拿大被依法逮捕 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 中共一直将这两个案件联系在一起 虽然中共否认人质外交的说法 但是中共几乎每次面对外国记者提问 那两位被关押的加拿大公民的时候 他们都会重复地提出要求加国要释放孟晚舟 中共驻加拿大大使崇培武最近在沃泰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又重复了同样的套路 总理特鲁多强调说 加拿大拥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 其运作不受政治家的干扰 中共政府的工作方式和我们的不同 而且他们似乎并不明白我们独立的司法系统绝不受政治的干预 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珀沃尔在中国被非法拘留后 不能和律师接触 这期间也爆出了不少他们被虐待的故事 至今为止 我们都没有他们被具体控告 以及开庭审讯的任何信息 相比之下 孟晚舟在加拿大却获得了一个律师团的法律帮助 被捕后很快获得了保释 一直住在她位于温哥华的豪宅中 她的引渡法律程序还在进行中 我们拭目以待 我能拿一座关系的改变 我不是不来的 太阳莲得了吗 太阳莲得了不离 太阳莲了不离